诊间外满满都是后诊民众 健保署推动分级医疗 要求区域及以上医院 每年门诊减量2% 超过的部分健保不给付 医院只好想办法因应 9月份我们医院就是 就是停止这个夜间门诊 适度的调整这个门诊的括号费 减诊限制括号还有调账括号费 这对民众来说真的是好的吗 有一些可能礼拜六可以请假 才有休息 一到五可能就不能休息 对 我觉得多多少少会 医院不是本来就安排好的吗 那你可以把时间排开 民众反应两级医改会要求 医院应该公布检诊明细 有没有因为盈利考量 影响病患权益 如果不赚钱的重症的病人赔钱货的 我其实就让他很难预约挂号 把所有医学中心减量2% 到底减了多少轻症 减了多少重症 每一季的公布在网上上 让全民来监督 这个东西需要慢慢慢慢让民众 对这个症 就一个习惯 要做一个调整 医院它会有不同的方法 就像是我们的工作 他们有方法 医改会担忧病人权益受到影响 新政策上路还需要磨合期 目的都是希望台湾的医疗制度更加完善 阳光新闻综合报答